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时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时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生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名亦无名境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到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不提萨多 一波热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爱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一波热波罗蜜多故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 皆地皆地波罗皆地波罗僧皆地 菩提萨婆喝 凡人要度苦恶 了生死 成大绝 非从自心下手不可 但要明白自心 只一这二百六十个字已经够了 但空的道理不明白 自心的相貌也难撤了 这个经最主要是说 信空的道理不是世人所说的空 那是断灭空 他们误解佛法是消极自了的 经把此经判分七段 用白话来逐字逐句解释 使世人明白空的真意不知误会造业 由此断一切苦恶 并可发大悲评等心救世 证明佛法在社会上的大用 实是开发世界大统唯一的法宝 般若这是梵文 我国名为大智慧 因为中国文字难尽其意 所以仍用原文 并且尊重这几个字 所以不易 这个般若全是说心的妙用 上自佛下至众生 无不由此而成佛道 了生死路苦恶 论其性体是不生不灭的金刚 论其相貌却是无形无状的实相 论其妙用乃是不可测制的圆通神妙 这个般若是人人有份的 佛和众生都是平等的 不过佛是开了般若会 众生是有而不开 被无名所蒙住了 至于般若两个字 解释却有许多字 当云通达世间法 出世贤法 融通无碍 恰到好处 而又不止取诸法的大智慧 才能尽其意 因为世间法人事等等都是佛法 佛使决意 能觉悟世上一切人情世故 尽了人道 才可成佛 总之 入世出世 只是一心 颠倒烦恼 贪嗔痴迷 是六道众生的心 如能空尽自在 不固执便是佛菩萨的心 所以离世法便没有佛法 离了般若 只有作孽受苦恶的份了 波罗此言彼岸 因为有个肚子 所以假定一条生死河 众生在苦恼的此岸 要度过到清静的彼岸 用来比喻 不是真有此岸彼 密 是道的意思 是到了果位了 果位是究竟涅槃 涅槃就是清静 多是上面的意思 到彼岸之上才是究竟 现在甲分五步 第一步在此岸 第二步入流 是下了渡船了 是出发心的人 亦是出国罗汉 第三步是中流 船在河中间 如声闻原诀 第四步到了彼岸 是十地以下的善萨 终不是究竟 必第五步上岸 多舍丢了船 即是舍去了法剑 扫除了执心 思事了无挂碍的等觉 菩萨和佛 心 心是什么 是个影子 不能说有 不能说无 所以无形段 不过是六根 掩耳鼻舌身意 和六尘 色生相畏触法 相对起了认识 叫做六识 眼识 耳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意识 所以是极起的 就是心同外境 集合而缘起的幻影 极明幻心 心中起的道理 叫做幻法 执诸个幻 我成个幻见 于是成熟了 就有六道生死 但造成这个生死的是幻心 要开班若智会了脱生死的 还是要用这幻心 成道佛 涅槃也是用这幻心 你既然知道是幻的 那么就有幻心造成幻法 一切人士等等 六道生死涅槃 还不是一样是幻的 由此可觉 本来没有生死 都是冤枉造作 既无生死 就用不住涅槃了 一说诸法空相 涅槃生死等空华 极是此意 但又为什么分真心忘心呢 这是不得已而替初学的人说 其实心根本不有不可得 又分什么真和忘呢 不过幻心不能除 人世上一切的幻用不能废 所以全分真心忘心 真心是无心之心 何以叫无心之心呢 即使不起念时 而见闻觉知仍旧了了 却无分别 既然不动的 此时真心 如意起了念 分别人世 而可以心不颠倒 亦不逐境流浪 顿然归到无心本位 此还是真心 至于念念流浪 不觉渐渐入了迷途 此名忘心 但本体勿施的 这幻心经 就教你领绝的法子 用智慧观照什么是心 什么是苦恶 又如何回归到 清静寂灭无心之心的本位 所以名为 班若波罗蜜多心经 经有许多意思 如禄 只是我们回复真心之禄的 法一切方法 贯 贯通前后的一理 气 契合个人的基 各式的理 有这几种解释 现在二百六十个字 是文字班若 只是我们观照班若的方法 照此去做 时正时相般若的究竟 总不出众生心形中事 所以经是完全指我们自身而说的 此经共有七个翻译 这是唐朝三藏大师 玄藏心意 文是简单的 意识深奥的 虽有七意 意义是一样的 读经当众意义 不可图在文字上死直 此经是替大臣菩萨登佛位说的 表致高无上的佛境 意境只有自己晓得 说不出的 所以叫做无字真经 并不是真的无字 愿学人自己领会自己的境界 到了如何地位 止于佛的境界 却不是二成人或十地以下的菩萨 可以测知的 我们东土人 大成根器多而后 所以不论男的女的 识字不识字 都喜欢读这个经 譬如人文香 各个人知道香味好 但多半不知道是什么香 而受勋是平等的 所以不可思议 以上是提醒 观定下了心 运想那个道理叫做观 这个观 是以正道果地原成的妙观 不是因地出修作观的观 是大自在观 般若的大积大用已经启发 心无能观亦无所观 是能所双望的妙观 自在是无可无不可的自在 不是自由 自由是不肯受拘束的 但环境不如你的意思 便苦了 独有自在 是到处能安 自然地不受环境所困 一切好坏随缘 乐意不喜 苦意不恼 知道它是本来空 自己有主宰的 这个自在是指大自在 菩萨 是菩提萨朵的简称 能自己觉悟 再能觉悟人的未知菩萨 所以是人天的导师 为三界的善知识 三界是 一 欲界 由人的一部分下至五道 二 色界 指天道 三 无色界 指禅天 总是在六道中 菩萨分在家 出家 地前 登地 实地等觉 最高是一生不处菩萨 就是佛退位后 他来接位的 如此土的弥勒佛 西方的观世音大事 这个菩萨是指十地等觉 将登佛位的大自在菩萨 行 心行 心中起种种妙观妙行的大用 做种种自立利他的事业 身不是身浅的身 是不可测量的意思 远辩广大 究竟无上的妙行 般若菩萨密多 上面已经解释过了 就说菩萨的弓行 已到究竟地 登彼岸之上了 十 这十字关系甚大 显明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 正是果位的时候 已经断除一切烦恼 度尽苦恶 没有挂碍的了 再下两句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之后的意境 点名大自在的光景 不可草草 照见朗然绝照 彻见无虞的意思 是无功用的功用 毫不注意的绝照 心神会通的了 五蕴 指色寿 想 行 实 这五世蕴结不分 叫做五蕴 此言心和外境相蕴合 统明约色 一个色字 包括五个字在内 并且包括外面一切一切 有香香形形色色 内面无香香思想方面 都在内 外境缘是色 而我的眼 耳 鼻 舌 身 亦 也是色 外色和内色接触了 就有个瘦 既瘦了 就要去想象它 这是想 想到了 心中亦行转念 这是行 转出那知识来 就是识 所以受想行 十四个也还是色 总是唤心唤起的作用 成就种种的幻法 这个五蕴 是众生造孽 受苦成立六道生死的资本 但也是开斑弱 除习气 度苦恶 了生死的工具 也就是佛菩萨成大绝度众生的工具 同样用五蕴 只是佛菩萨能照见本空 可以善用 不被所转 众生反被所赋 是在绝不绝 明空不明空之别 不要指定为不好的东西 反生了偏见 皆通通包尽无语 就是一切的意思 不但人空 法一空 连赵剑一空 因为赵剑亦是五蕴 所以称皆 空 世上的人 往往不明白空的道理 笼统说 空就是没有了 不知空有空闲 虚空 空相 空意种种的分别 今分为两种 一空相是有相的 如空无人满了 空相破了 所以有与空相对的 这就是世人说的 没有就是空了 经上另有十八空意 不必尽说 至于佛经上所说的空 是空意 是性空 是本来空 是与一切万有相合合的 不是相对的 不是没有的 是有而空的 要明白这个空的意义 先得明白几点 所谓宇宙间一切形形色色 山和大地 日月星辰 下至一切用物 植物 动物和我的身体 都是有相相 还有我的思想道理 人事 人情 喜怒哀乐 都是无相相 一切包括在内 总明约色 在阴塌上总是空的 因为以上一切色 寻不出一件 是有独立自信的 第一说有相的 拿布来比 布没有独立自信 变成为布的 须依于沙线而成 沙线不能自为沙线 必带棉花 棉花不能自有 必有种子 种子不能自种 必赖人工 天时地肥等等 不必分析开赖才空 在未成布成沙前 即正有不有沙时 它的本身 是由众缘合合而成 因为是因缘生 所以无有实体 求其究竟相 毕竟不可得 身体亦是如此 所以一切一切 无自信 无实体 因缘生不可得的 所以是信空 第二说无相的 拿心来说 心是什么 根本是不有 但只集起的是心 譬如夏天凉爽的席上 人睡得甜美至极 这时候便没有我 没有心 忽然蚊虫咬了一口觉得了 这觉得的便是蚊虫 和我集合而起的心 此外一切都同此理 所以心也是无自信 因缘生 无实体 不可得的 所以是信空 因此物和心 无一不是空 但是有而空 是患有的 这是信空 和一切一切分不开的 不是心物之外 另有个空 也不是这个是空 那个不是空的 所以说到色 即不能离开空 说到空 就不能离开一切色 但要认明 却是原生患有 又需切实知道 这个空是因地本来空 是信空 非焰而可以见闻 其意是空 既决定知道一切一切 是本空而患有 那又何必只取 当它是实呢 但世上一切人事 如何可费 我仍随愿应付 不是麻木无心 只是雾主 行云流水地到处自在 这才是真心空 佛说空是这个道理 世上盲目忘加批评 岂不可惜 世人果能明空 自然心物直取 那贪得心 称恨心 痴迷心 自不会深入 天下没有极端的争夺了 佛法岂不是社会上 最大的利赖 什么迷信可说呢 又修行人 往往有口头禅 说 没住了空 这是怕他执着空见 正因为他根本不曾明空 总在空有二见上座道理 格外搅扰不清了 所以明空则破色 破色则心空 这是断苦恶的第一法门 度超脱的意思 就是登彼岸之上 法剑都静了也 一切包罗所有 静静无余 凡有相无相 人我法 我种种苦恶 静包在内 苦恶 身上的痛苦 心上的不安 有相无相 粗息微息 都是苦恶 其实全由兴起 我果无心 苦在何处 心果无见 恶在何处 不是不知 不是不受 因为有智慧之道本来空 能够知而有若无知 受而等于不受 譬如两个人同时受苦 一个挡不住 甚至苦上加苦 因苦成病 一个却无所谓 心不注意便无苦恶了 以上四句 判为总持分 是第一段 总三藏十二部 经意切法 持无量意 亦是此经刚领 通了这四句 就明白心经宗旨了 照此做去 自然度苦恶 了生死 出三界 成佛道 超乎有余的了 凡不明心药的人 总在文字上会 不肯从字心上会 弄得没有办法时 只好今日求佛 明日求法 下次者 求福报 求神通 此要一个有相的凭据 离佛道更远了 深入迷途 岂不可痛 舍利子 佛弟子的名字 即是舍利福 在生文成中 它是智慧第一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首四句识是一个意思 总是说色空不二的道理 初说不易 说没有两样的 还是方便的说 后说即是 是说就是一个 不能分的 是究竟说 斩金截铁 毫无犹豫 色一个字 不单是代表五蕴 连外面宇宙万有 形形色色都包在内 因为宇宙万有 就没有离了我的 性海 混同一体 近是色 而我的 受 想 行 实 是无相相 也是色 这内外两种色 都是因缘生 无自信 无实体 不可得 根本是性空 线下虽是患有 毕竟不可得的 所以即色即空 并不是色之外 另有个空 参透上面所说的空意 就知道这个意义了 所以新的行形种种 亦是五蕴流转 而色的行形种种 全似空华的乱起乱灭 如电影的一幕一幕 总是有而不可得 你莫把这四句看作玄妙 实是极普通极寻常的道理 你只认明一切是因缘生 无自信 无实体 不可得 所以是性空 不但色如是 寿 想 行 十四蕴也如是 不但五蕴如是 宇宙万有的有香香 和下面一切法 如十八戒 十二因缘 四地法 六度万行的智德等 是无香香 一切皆负如是的性空 但是凡夫只有以说色不易空 二乘又直空 所以说空不易色 还有菩萨未曾会通不二的 所以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总是破它们的法剑 躺明白法剑也是本空 救了无挂碍的了 以上七句判为色空分 为第二段 用以会通色空不二的道理 色粒子 此时要点到本来上 再紧要关头了 故又呼其名而告之 是郑重的意思 是诸法空相 法是什么 是心影 是心中缘起的种种道理 如果没有对象 也就没有心没有法了 所以是因缘生 生而不生 无自性 无实体 不可得 本来是空 不是造作出来的空 古人说 心生法生 心灭法灭 心既是患 法起是真 诸法是说一切法就是一切心 世上的人总是以心原心 以法原法 不知本空 遂当他时有 彼此固执住了 争执就此多了 这个相字 应作一字解 夏儿正点到不生不灭的原理 不生不灭 佛经上最不容易了解的就是这一句 虚知宇宙间一切一切 连我的思想五蕴等等 都是不生不灭的 因为一切是 一不自生 如上面说 不不能自生为 不是无自性的 虚赖众原合合而生 二不他生 不是单靠他原 还不能离我这个不 所以也不是他生 那么是 三共生的了 不也不是共生 因为两面也都是原生 两无实体 只是一个偶合 所以也不是共生 此不无因生 现在的假象 似乎是生 但必有因成果 没有可以成不的因 就没有成不的果 以此类推 一切一切是不生的 现在虽有相 终是生而不生的 既不生 既不灭 但现在的假象 却有个假灭 只是不自灭 如不烧成灰 不不能自烧 不他灭 虽有火烧 终不能离了步 不共灭 不无因灭 都是一个理 可以推想得到的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因为不生不灭 所以够静 增减 长短 是非 好坏来去 一对一对的 都是因分别而原生 统统是患有不可得 所有的和 本来是空相 因世事无一 不由相对而成 苦恼也由相对而立 躺之根本是因原生 无自信 无实体 不可得 根本是生而不生 不过暂时有这个虚妄相 那又何必之为实体呢 既不止有 亦不费有 即一切法 离一切法 既此用 离此用 心如常空万里 包罗一切 自在无主 此是诸法空相的 本来面目 亦即无心可心的 本来面目 但众生久已不知的了 有全不知者是六道众生 半知者是二成 知而未彻者是菩萨 都是有挂碍 所谓有五步 有此案 有入流 有中流 有彼岸 而未登岸上种种 以上五句 判为本来分 为第三段 修行人最要紧是这一点 切勿呼过 事故此事决定的口气 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言而鼻 舌身意 无色声相未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既明白了空的道理 那么空之中还有什么实体可得呢 这无自有两个解释 一是无有 是根本不有的意思 二是无的意思 因为现在虽有幻象 但毕竟是无 无庸直取以为 时有而生法见 天许多烦恼 所以五蕴 色 受 想 行 食 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六臣 色 生 香 味 触 法 这是十二入 再加上六识 眼识 耳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意识 共为十八戒 都是不可得 因为是原生的 无自信的 无实体的 不可得的 然而人既有此换身 自有换心作用 不能断灭 佛仆龙也要用以度众生 旧世间无量苦 我仁正要用此以开般若 了生死出三戒 不过圣人明白本来空 所以无法直 众生迷了 碎生颠倒 这是众生的大挂碍 因为地狱众生 挂碍在剧足多分贪嗔吃 鬼到挂碍于多分的贪 出到挂碍于多分的吃 魔到挂碍于多分的嗔 人到挂碍于半分的贪嗔吃 天到挂碍于少分的贪 这贪 嗔 吃三毒 都有六根六成六十而起 只一空字可以画出一切烦恼挂碍 画出了 当下即是菩提 所以烦恼菩提 同是这个东西 无无名 亦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这是原觉 极僻之佛 是不曾闻到佛法而界因缘觉悟 的 只取十二因缘法而生挂碍 他不知道诸法空相 既说是因缘可见是原生不实 但取不能明空 被法剑附住了 不得自在 那十二因缘即是 一 无名 是过去的根本烦恼 只要碰到缘就动了 缘就转下去的意思 二 无名缘形 行事行动 做种种或善或恶的行业 三 行缘时 由于过去的行业 而起现世受胎的一念 是因认识而成为果的 四 食缘名色 在胎中已有形体而有名色 五 名色缘六入 是六根巨足 可以和六成相对的了 六 六入缘处 是出胎后对于一切有所接触了 七 处缘寿 接触之后就受苦受疾而生种种感觉 八 受缘爱 如成年以后就有强盛的爱欲 九 爱缘取 有了爱欲就想去取得 心去四面耻求 十 取缘有 取得就有了 是有业成就的果位 十一 有缘生 这是成立了 生生不已 转入未来 十二 生缘老死 有生就有灭 一切本是梦幻泡影 终必便捡 老死是这一段生死的果 但只是无名未灭 再来一转 生生世世转脸不已 虽有六道轮回 总是无名作祟 乃至两个字 是由无名跳至老死 中间搂去十位 这十二因缘 未未都依据无名作主 不知皆是妄心幻法缘起 根本无有尽者 吉也就是无知吉也 言无亦无有也 是绝对不可得的意思 所以无名非有实体 如空中华 梦中世 梦中非无 极致梦醒 了不可得 可怜众生不能断无名 圆圆而下 无有穷妻 无非是货业苦 圆觉虽已悟到十二因缘 原是假有的一和相 但以为是定法不移 所以法见不尽而生挂碍 无苦即灭道 这是声闻直取四地法 而生挂碍 苦即灭道 是明四地 就是四种重要的道理 苦是身心逼迫不安 众生生有三苦 老病死 心有三苦 贪 嗔 痴 后世有三苦 地狱 鬼 畜生 更有三灾 八难苦 坏苦 行苦 苦苦 不知足苦 不安命苦 心无计托苦 这是苦地 却是三界六道生死苦果 无不由心和静集合而成 这是极地 灭是消灭的意思 断一切苦 归道清净寂灭 因为结业寂灭 则无生死的患类 这是灭地 但要灭除那集合的诸苦 必得有个道理 道是正道 做到正道 必要助道 助其离一切苦 道涅槃月 这是 道地 生闻直此法 见以为究竟 所以分断生死 或者渴了 便亦生死 却不易了 唐明本来空 则知此四地法 不过一时的原生 不但是果上色空 时是阴上色空 不必直取 便无挂碍了 无知亦无得 这是菩萨的挂碍 菩萨直取六度万行诸法 以为却有智慧可得 有众生可度 有佛可成 心中不免具此波罗蜜的形象 微细的法见不曾经 所以不到究竟涅槃地 从前阿难问佛 如何是烦恼地狱种性 佛说行六波罗蜜行 是烦恼地狱种 如我能不失 因见他人不肯不失 而生厌恶 是烦恼地狱种 我能持戒等等 因见别人不能持戒等等 心生厌恨 是烦恼地狱种 这就是弥陀经上说的建筑 是明染法 染糊涂了 况且有之无之 都是唤心作用 分别为二 同是信空 更有何法可得 世尊昔在燃灯佛所 得佛受祭 成无上菩提 世尊当时并不取以为圣 因为知道信空 十无少法可得 不过名为菩提而已 所以菩萨必到 法无我的时候 才是挂碍尽尽 以无所得故 这是总结一句 极言上面五蕴 十八戒 十二因缘 四地法 六度至 得一切本空 仔细推求 十无所得 以上十三句判为法用分 为第四段 说空了之后 般若法用自然启发 也不受法复了 菩提萨朵 简称就是菩萨 辞职以登佛位的明心菩萨 又明开世 大世 又萨朵意为精进勇猛 堪以何单如来事业的人 一般若波罗蜜多顾 他因为一字性的金刚般若 能够超彼岸的缘故 所以有下面实证的受用 我们应该知道 修行不是图利 更不能图名 名利是生死最毒的药 名利的心不死 永无出头的日子 因此因地要正 总要在自信上打算 老老实实 真参实究 绝不要在神通奇特 出于玄妙上求 丝毫挡不住生死的 菩萨尚不能离开般若 何况我辈 离了般若之外 更有合法 这是成佛的根本条件 肯向这条法上走的 才是有智慧的人 此生绝可成就 心无挂碍 这个心是毫无挂碍 人空法空 寂灭清安的大自在心 世世间出世间 一切一切皆量等 虚空无有边际 包罗万有 了无挂碍 心且不有 挂碍合一 苦恶安在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心里既是近空无间 白天没有想象 夜间自无乱梦 正如牵眼牵手 圆照十方 岂有颠倒 凡人恐怖 先有一个得失心 就是有我的果 正是六道生死的种性 如能心空法空 登于佛位 两个生死已了 菩萨再来世间 是大悲愿力 不是业力 自然没有恐怖 颠倒梦想 都远离了 到了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的境界了 究竟涅槃 这涅槃是清净的意思 二成人是有余涅槃 不是究竟 这究竟涅槃是佛位 名为无余涅槃 连涅槃亦不可得 所谓成了佛 也没有成佛的法见 本来涅槃是对生死说的 既本来没有生死 依然有涅槃 不过同是个假名罢了 这是菩萨的果德 三世诸佛 无论现在佛 过去佛 未来佛 统包括三世一切诸佛 不问以成为成 都是一体平等 须知是 加弥陀是果上佛 我和六道众生是因上佛 性自平等 所以不可自弃 也不可亲人 一般若波罗蜜多顾 得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三世诸佛 也无不由此法门 而得无上菩提 一切大智慧 无不由自信佛母所生 生是启发的意思 这个德正是无德之德 必得心中了无可得 然后本来的面目私德 此时无人 无我 无众生 无受者既然不动 而妙用横杀 由此启发 这是佛的果德 阿诺多罗是无上 三妙是正等 三菩提是正觉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是严佛的意境 你想连佛也不能离此法门 众生岂可自外 另觅途径 岂非颠倒 所以不自求而他求 都是因地不正 事已自悟 以上十句判为果得分 为第五段 是说到果得地位 一切挂碍才算静静 才是究竟涅槃 都赖关空成就 并无别法 又以上可算是上半部新经 专说此法无实 下面再翻身过来说个无虚 金刚经说 此法无实无 虚 要人不要执实 也不要执虚 正现般若无诛的妙用 若在深一层讲 心计不有 法于何一 既没有法 更谈不到无实无虚的老 所以说 涅槃生死等空华 故之般若波罗密多 以下是转人无虚 点名一之字的妙用 这之字是灵照觉知 表明误后的意境 彭彷是转而为有 不知这之字也是法 也是信空 一时的原生 暂时的法用 即使之而无之 生而不生 所以不明无生的道理 就不能正知真空的道理 前说一空字 是般若的体 此说一之字 是般若的用 所以表般若的 至得无可形容 无可言表 致此言语道 断心形触灭 唯有神会 唯有赞叹 正是冷暖自知的时候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这六句是赞叹的词询 咒是秘义 以决定如是约咒 如君令严肃约咒 以无所不包卫之大 以无所不通卫之神 以无所不照卫之名 以无可比对 无可在家卫之无上 以毕竟平等卫之无等等 空不偏空 有不住有 淤记灭无住的性体中 能启发横杀妙用 六祖云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前为无实之体 此为无虚之用 故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你想世上的人 每一个人没有挂爱的痛苦 哪一个人能离了佛法 佛法又何曾迷信呢 以上七句判为正之分 分第六段 要亲正才知这个境界 不是靠文字可以得知的 所以得知的必须要 真参实究 从自信上用功 惊是不过界来考证罢了 总之 心通才是最大神通 但心不空就不能通 不通就不能明 不明则一切智慧被无名所赋 不能启发 这一分是说 心到了真空的境界 自然有许多力量 不是有苦再除 却是一切苦恶无所依附 根本无苦恶的了 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约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婆喝 范咒本来不许翻译的 因为怕迟的人看了解释 反而天之鉴 心乱了 但此经是自立立他的 终不能忘记众生 离了大悲本院 孤将咒一螺树一二 接地接地 是说渡过去呀 渡过去呀 波罗接地 是向彼岸渡过去呀 波罗僧接地 是彼岸大家渡过去呀 菩提萨婆喝 是速速正道菩提呀 以上六句判为秘密分 为第七段 只有自己知道 没法出口的意思 佛说的三藏十二步 总是说个心 这心经是说心内精华 大凡人有七个心 每每自己不知道的 那六个是六道心 每日流转雾停 忽而天道心 忽而人道心 又忽而三恶道心 总是无主的逐境流浪心 下等的人 并且不知道什么是叫做心 中等的人才知道 善心恶心的分别心 上等人是多有向上的心 可以得人天的好果 还有第七个心是空心 是无上的心 是无助的心 是有主的心 是清静自在的心 这个心不是修正道 是不会知道的 连二成人和全成菩萨 也不会知道的 佛说 微生虫到处可去 只是活力不能去 众生的心到处可圆 只是不肯向班若上去 就是不知道那第七个心 这个心是初始的心 明了这个心 去成佛就不远了 众生在此岸 是六个心 超灯彼岸 便是那第七个无心的心 正是毫无挂碍的心了 但人不从六个心上下手 就不能出事 要从烦恼上参透 挂碍上打开 方可成佛 譬如人已落在泥坑里 必要从泥里拔出来 所以是法正是初始的资粮 人先要明白烦恼是什么 还是我的六个心 你且膝下了星空无助 才见那无心的心了 从来修佛道的人 以为是初始看得清 不值得理他 平时就不在人世上练心 于做人道理全部讲究 消替是根本 忠信是法用 是近人道的根基 正是成佛的本钱 大成佛法 守众根本 所以能一路执人 一杆到底 中间不会被失望到 自入歧途 你想五蕴法剑都空了 那贪根已断 名利心又负在何处呢 所以奉劝世人读经 要照经去做 第一步求得明心的法门 一门深入 见到了十项 自然般若开了 第二步有了办法 在人世上磨练 扫荡习气 此时有进无退 直到成佛 但此生只可见性成佛 除尽习气还得多事 不用功还要持下去 不过见性后 就事事不退转了 这个经是文字般若 只是我们的法行 须自作观形 即是观照般若 启发般若后 见到自信 开了智慧 这是实相般若 此时归宗的唯一的门路 由此永断无名 了托生死 文虽二百六十个字 足以荡空扫有 实证菩提 菩萨与三世佛 均不能出此范围 此经虽有七亿 经亦实事不二 慧万法以归一 更破亦以归宗 无心可心 无经可说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不曾说一个字 就是点名一切信空的道理 愿行者需从自信的道理上会 不要在文字的道理上会 把信空了 才可以和心经相应 事未应心 讲心精进 非常感谢您的观赏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开启好运四重重 点赞 分享 订阅 以及最重要的开启 贴贴小铃铛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